然后这个歌很特别就是呢 就在我们发行了11年之后呢 他在2019年呢 就突然登上了抖音的热搜冠军 那是什么原因呢 是因为当年呢 肖战在那个抖音的美好奇妙夜 这个晚会呢 他就唱了 《你是此生最美的风景》 而且他好像还是找你来制作这首歌 对 那当时他其实是跟一个 就是化妆品 保养品 做一个广告的合作 然后他唱这个广告曲 然后广告男主角就是他 那我们先来听听这个 肖战版的版本 那编曲也是 你自己编的吗 对啊 还记得那年的夏天 男生唱起来跟女生唱起来感觉不一样 太阳光灿烂的字眼 对 你轻轻吻了我的脸 飞起越过海面 花笑微笑忽显 就在一瞬间 你和我之间 相隔一个是几百遥远 快转的时间 他唱起来不急不许 他的个性也是这样的 嗯 感觉是个很稳定的人 让我心碎却如此着迷 就算世界动荡 在绝望也有微笑的勇气 你是此生最美的风景 才令我只记忆在想起 这样爱过一个人 是多幸福的事情 以为时间可以 像沙滩的潮汐 细许回忆痕迹 哇 气很长 对啊 他有弹过恋爱吗 他有弹过恋爱吗 就算世界动荡 我不知道我没有跟他聊那么细 没有聊一些内心话 对 有微笑的勇气 你是此生最美的风景 才令我至今 一再想起 这样爱过一个人 是多幸福的事情 这是肖战唱的 你是此生最美的风景 当时我们其实在北京录音 然后其实时间很赶 我们大概只有 只录了两个小时 哇 大陆的艺人 我觉得非常的敬业 他来录音室之前 他已经练得非常熟了 其实包括我之前录过 中国好声音那些歌手 也都是这样子 他们多半都只唱两个小时 就唱完一首歌 那他们会把歌词背得非常熟 他不会让你感觉到说 他没有做功课 而且我很惊讶的是 肖战他是一个 算是偶像 对 可是他却 你也听得出来 就是他声音不需要太多修饰的 对 我觉得其实这是最不合理的地方 因为其实 大部分的人都是 要不然就是长得很好看 然后唱歌可能还好 然后要不然就是唱得很好很好 或者像我一样就是长得还好这样 你不要这么说啦 好 陈泰 小虞啊 小虞啊 那我哥哥最近说 我应该要改名叫做淑慧 对 小虞啊 对 就是小虞啊 对 好啦 话题扯远 就是 我觉得肖战这样子的人 就是他妈妈也未免太会生了吧 怎么会生到一个 就是长得很梦幻 像漫画的男主角 然后又很会唱歌 而且他本人 就是跟电视上看起来是差不多的 嗯 他本人就是带有一种仙气 就很有气质 对啊 然后他来录音室的时候 我就发现说 诶 他本人真的比电视上还要瘦 一定的啊 我发现说 哇天哪 上镜头真的是要非常非常瘦 对啊 我现在看到那些就是穿 就是在镜头上面穿那种 紧身牛仔裤的人物 都跟我那个 跟Michael讲说 这个人本人一定是瘦到不行 对啊 你在电视上看起来刚好的 你本人都是瘦到不行 真的 超级瘦 然后 而且他其实那天 他应该没有上妆 嗯 但他看起来就是 皮肤很好 然后白白的 因为他有插保养品 哦 插他代言的保养品 然后就是很仙气 而且很有礼貌 嗯 对 像其实 我们也曾经会遇到过 比如说一些偶像歌手 嗯 可能比如说在台面上是很可爱的 可是私底下可能会飙脏花那种 也是有遇到过这种 也是有 但是真的 肖战就是一个很彬彬有礼 然后认真做功课 嗯 然后长得又好看 又会唱歌 对啊 你说有没有天理啊 对啊 他这种人真的是 让人嫉妒 那当时我就是觉得 哦 真的大陆他们在培养偶像啊 其实 真的很不容易耶 嗯 就是除了千挑万选之外 他们本身还要付出相当大的努力 不管是他们的外在条件也好 嗯 或者说他们唱歌 演戏 等等 我觉得非常不容易 因为现在真的 你单靠唱歌 真的已经没有办法 就是生存了 所以真的是要什么都会一点 什么都做一点 有什么工作就做什么工作 才有办法在这个 现在这个时代存活下来 每个人都要写杠的意思就对了 对啊 那肖战这个版本呢 你给几分 我给 干嘛这样子 我凭什么来评论他 嗯 我觉得他 他的男生的版本 嗯 应该让很多女生都觉得恋爱了 嗯 因为他的 他的声音当中有一种温柔 嗯 有一种暖男的感觉 对 让你觉得 哇 如果这个人是我的男朋友 他一定会 每天都会问我说 你吃饱了吗 你有没有穿暖 今天天气很冷 外面在下雨 要记得带伞 那种人 我觉得他讲话 可能后面都有一个光运出来 一出现就会有柔焦 对 就是你前面明明没有镜头 可是却有一个那个光运 有一个那个圆圈圈 有没有 然后感觉阳光洒下来 对 我觉得 真的就是 有些东西真的是 天生的不公平 有些人他就是 天生具有一些比较 天生就是长得又美 比较有优势 对 长得又美 又会演戏 然后又会唱歌 你要怎么办 他就是天生要走这个行业的 对 嗯 但是其实真的很感谢小战 就是因为他在这么多年之后 演唱了这首歌 所以呢 让更多的人知道 你是此生最美的风景 这一首 嗯 嗯 那其实对我们来讲 也算是对我们创作的一种肯定 对啊 谢谢肖战 谢谢肖战 哈哈哈哈 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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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